為了替學童的食安把關 臺中市中正國小設有農藥檢驗室 一旦驗出 馬上退貨換新 而這也是臺中市第一所自主檢驗農藏 殘留的學校 把肉末倒進番茄醬汁裡 再快速攪拌入味 臺中市無期區中正國小 今天的營養午餐 吃的是義大利肉醬麵 每天菜色都有不同的變化 還能配上水果或是牛奶 學生都吃得相當開心 中正國小的廚房除了自校和副社幼兒園 還要供應鄰近三所國小 一共兩千六百多人的營養午餐 為了讓學童吃得安全健康 學校自己花錢購買檢驗設備 還送營養師和午餐秘書授訓 取得蔬果農藏殘毒 快速檢測技術證書 一旦檢出會同公餐業者赴驗 還是有問題就會馬上退貨換新 校房表示他們使用生化檢測法只需要三十分鐘就能栽檢蔬果是否含有殺蟲劑 是台中市第一所自主檢驗農藏殘留的學校 實施以來還沒有發現有農藥殘留的情形 校方也希望教育局能擴大實施 校方認為雖然蔬果供應商都有檢驗合格證明 但為了實安 校方決定增加一道檢驗關卡 教育局表示 這方式確實對學童實安有幫助 將以中正國小為翻例來擴大辦理 記者 邱紫貝拉斯捷 採訪報導